深夜,三名年轻男子闯进路旁便利店,迟到逼迫女店员实施抢劫。 三天后,类似案件再次发生。 相同的作案工具,相同的作案手法。 面对疯狂的犯罪嫌疑人,警方如何追踪? 午夜结案,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16年5月12日, 23点左右,广西桂林市迭彩区站前路上的一家便利店的店员即将打烊。 此时,店员正在核查当天的营业款。 突然,三名戴着蓝色口罩和白色手套的男子闯进店铺, 手指砍刀和枪支,逼迫店员拿钱。 其中一人强行进入柜台,抢走收银河里的所有营业款。 三名嫌疑人消失后,惊魂未定的店员赶快拨打报警电话。 柜林市公安区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迅速指令迭彩区警方赶赴事发现场。 办案民警一边调查取证,一边安抚受到惊吓的店员。 待店员冷静下来了解案发的情况。 一个人进来就拿一个枪盒一个刀就对着我,他说拿钱出来,吓了一大窍。 然后呢他就说要我拿钱,我就赶紧把这抽屉的钱就拿给他。 另外一个人就进来就把我的那所有钱都拿走了。 据店员回忆,枪劫时有一名犯罪嫌疑人用桂林话告诉店员,赶快拿钱。 由于店员处在惊恐的状态,下意识地喊出了声。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大声呵斥店员不许喊,而说话的口音却是普通话。 警方通过调查便利店的监控录像,很快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外部特征。 三名男子大约二十岁左右,身材偏瘦,身高在一米六上下。 持手枪的人穿白色短袖T恤衫,牛仔裤,黑发。 拿砍刀的人穿白色印花T恤,浅色短裤,头顶部染黄色头发。 空手的人黑发,穿黑色短袖T恤,黑色长裤。 那个枪呢,就是跟我们那个九二十枪看起来有点差不多,那个刀呢,大约有五十公分枪。 警方反复查看监控录像,寻找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和犯罪心理。 从作案过程来看,三名犯罪嫌疑人闯进便利店后,持手枪和砍刀直奔收音台,没有伤害营业员,也没有破坏便利店的其他物品。 究竟是本地人作案,还是外地人流窜作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作案后又逃向了何方? 警方围绕案发店铺周边,展开调查。 很快在乡邻的另一个探头,捕捉到了疑似作案的车辆。 是一个银色的面包车,他把那个车开过去的时候,他就停在路边。 监控录像显示,三名犯罪嫌疑人持刀抢劫便利店后,驾驶一辆银白色的面包车,逃离现场。 反罪嫌疑人驾驶的面包车,在桂林比较常见,属于本地生产的机动车。 侦察员注意到,这辆涉案的银白色面包车,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警方通过监控视频,发现这辆银白色面包车,除了左前方的雾灯不亮之外,还有一些外部特征,跟同类的车辆不太一样。 车门的玻璃是到后面的话,颜色都是深色的,跟车体的颜色不一样。 看上去好像那一整块玻璃,看着从头到后面都是一个颜色。 警方根据涉案车辆的特征,从中追查犯罪嫌疑人的逃跑方向。 我们当时分为两波,一波就是对他的怎么走的,作案之后怎么走的,另波就是对他怎么来的,是从南边那边过来的,来也是往那边来的。 作案的银白色面包车,前后军武车牌,警方由此推断,犯罪嫌疑人是有备而来。 作案之后,发现他们的逃跑路线又非常清晰,最后消失在七星区桂末路方向。 跑过来怎么来,怎么走,他都很明确的。 发现他,他会避开有些地方,会避开我们摄像头。 根据他在市区里面的轨价,证明他对市区还是比较熟悉。 我们推出他,这嫌疑人的话,就是本地人,要么就是县城周边人。 一样是,桂林市七星区桂末路,没有监控探头,岔路口又比较多。 警方一时无法判断犯罪嫌疑人和涉案车辆的最后去向,只能暂时围绕车辆,展开摸牌调查。 虽然嫌疑车辆有一些特征,但是要想在市区内找到相似的面包车并不容易。 三天之后,2016年5月15日凌晨两点多钟,桂林市秀峰区又有一家便利店发生抢劫。 桂林市公安局发现,此案与之前发生在迭彩区的抢劫案相似。 因此,指派迭彩警方先往案发现场进行调查。 因为当时我们第一现场的话,我们有图片,我们要给它辨认一下,包括那个刀和冷枪,到底给它辨认一下,到底是不是同一伙人。 它的刀好像有点像。 据报案的店员介绍,由于自己的胆子比较大,当时不但没有给犯罪嫌疑人拿钱,还规劝他们不要从事违法犯罪的事。 三名犯罪嫌疑人见店员叫回阵地,不敢抢留,抢了店里的一些香烟后,便逃离现场。 警方原本希望从店铺的监控视频中寻找线索。 然而,这个便利店安装的监控探头因为出现故障,却没能拍摄到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图像。 当天的监控坏了,电脑主机坏了,所以那个店里面没有监控。 不过,警方从店铺附近的一个接口探头中,还是寻找到了犯罪嫌疑人。 通过监控可以看出,三名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和特征,与三天前发生在碟采区某便利店的抢劫案相似。 这时,他们的服装和头发颜色有所变化。 驾驶的车辆不同,是一辆银灰色轿车。 但是,逃跑的路线已至。 我们的那个出案工具,就是比较符合我们的案件和人员特征。 所以我们的领导是说,认为这两级可以并样侦查。 据警方了解,犯罪嫌疑人第二次强劫时,虽然驾驶的车辆与第一次的面包车不同, 但是同样没有悬挂车牌。 说话口音相近,所知的手枪和刀具相同。 警方分析,两起抢劫案应该是同一伙人所为。 两次抢劫案,嫌疑人驾驶的车辆不同,服装和头发颜色有所改变。 办案民警认为,犯罪嫌疑人狡猾多端,作案前专门进行伪装, 不排除有犯罪前科的人员作案。 警方决定在寻找涉案车辆上下功夫,以车找人。 但是,两辆涉案车都没有挂牌照,警方该从哪方面下手呢? 三天之内,桂林城区发生两起持枪抢劫案。 警方决定以车找人,能否取得侦破进展。 大密度排查获得重要线索,路边惊线面包车,与嫌疑车辆高度相似。 午夜结案,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6年5月12日和15日,桂林城区三天之内,相继发生两起便利店抢劫案。 三名犯罪嫌疑人戴口罩、手套,携带枪支和刀具,实施作案。 案件的发生给当地居民造成一定的恐慌。 到了夜晚,有些居民干脆就不再外出办事了。 这两起案件都是发生在深夜。 虽然说案子不大,但是因为射枪、射刀,给老百姓还是造成了一定的恐慌。 而且它刚好又是在这个火车事发站周边,所以影响比较恶劣。 尤其是第一家遭遇抢劫的店员,一到夜晚便开始心里发慌。 抢劫案的发生给他带来了较大的心理阴影。 打一阵打雨以后,就是寡很大风,感觉好像外面总像有人又想打劫一样。 到了撕裂状以后,反正我都会坐到外面去了,我不敢再带在里面去。 两起射枪射刀的抢劫案,这也引起了驱听市局的高度重视。 同时也责承我们分局要尽快破案。 在案件没有获取新的线索的情况下,视频追踪就成为有效的侦查途径。 桂林市公安局迭彩分局的办案民警,反复查看作案车辆的来去路线。 终于发现了第二次出现在案发现场的银灰色轿车的蛛丝马迹。 发现他也是从我们那个机场路过去了,机场路是通往林贵新区那边。 半天晚上按照那个时间点,通过他们的那个卡口信息,我们就是一台车一台车的排查。 警方的思路是以车找人,如果根据作案车辆的外部特征找到其下落,就可以找到租车行。 通过租车行,就可以找到犯罪嫌疑人。 发现这个车也没挂牌照,带有天窗,后面有一个天线,玻璃的前挡右上角它有那个车标,它车标那个点的话比较明显。 但是,当侦察员寻线追查到林贵新区的卡口时,却发现那辆本来应该会在十分钟后出现的五牌银灰色轿车,迟迟没有露面。 我们就往后继续看,发现有一架车子比较相似,当这些车子里就挂了牌照的。 我们后面发现了,觉得这车可疑,为什么有牌照,它牌照是怎么来的。 从车上的其他特征来判断,这辆挂了牌照的车和之前出现的五牌银灰色轿车属同一辆车。 但为什么十分钟后,它就又挂上了牌照呢? 侦察员放大监控截图,从中发现了新的情况。 这个人大往上的时候,为什么会把遮阳板给拉下来? 因为按照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开车来讲,往上开车绝对不会是把遮阳板给拉下来的。 但这个车也比较诡异。 因为在我们通过卡口信息看到它过摄像头的时候,明显地它有一个遮阳板打。 另外驾驶员呢,它是用手稍微挡了一下自己的脸。 这个人肯定不正常,因为是我们一路追过去的,而且又在我们那个时间段之内,因为它的可疑性就是更大了。 警方发现异常之后,连夜驱车前往调查。 发现距离林贵新区卡口大约有十分钟路程的地方,有一条岔路通往某加油站,便调去了加油站的监控视频。 这是第二次桌案的嫌疑车辆,没有挂车牌,拐进了一个在机场高速路上面的一个路口。 左上角拐进来的一辆小车,就是第二次桌案的嫌疑车辆,它进到这个路口,这个是没有挂车牌。 现在拐出了这辆车,应该就是刚刚正确的一些,现在已经换化了车牌。 好,过了大概是六分钟左右,那个车就出来了,挂一牌照。 装了车牌,再过来。 所以说我们就更加进一步确定这辆车,有可能是嫌疑车辆。 侦察员通过监控视频,获取到了嫌疑车辆的牌照号。 经过车管部门确认,车主开了一家汽车足领公司。 2016年5月17日一大早,警方就前往汽车足领公司摸牌调查。 刚接近汽车足领公司,侦察员被路边一辆银白色面包车吸引。 通过观察,这辆面包车与犯罪嫌疑人第一次驾驶抢劫的车辆相似。 所不同的是,这辆车挂有车牌。 银灰色轿车还没找到,银白色面包车突然有了线索。 难道犯罪嫌疑人驾驶的两辆车,出自同一家汽车租赁公司? 还有电话号码呢,某某某出车行。 侦察员迅速到租车行,调查嫌疑车辆的租车记录。 汉快确定,这辆银白色面包车曾于5月12日之前, 被一名叫长毛的人租用。 两天后归还,二后又租了一辆银灰色小轿车。 当时调出来这个租车人的那个信息给我们, 就跟这个中央人机会相似。 在林贵这边租了店,租了店,然后我们马上就去那个店里面调录像。 侦察员将旅店的监控录像和抢劫便利店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比对。 发现,租车人长毛与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极为相似。 而在旅店与长毛同行的另一名男子, 依次作案的同伙,面目特征也比较清晰。 至此,案件的侦办有了突破性进展。 在通过这个车牌一查,城市里面卡过进去, 就发现了白天这三个人的衣着就是跟作案现场, 当天的那个衣着比较像。 经过调查,警方很快查清了三名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黎某19岁,黄某19岁,常某21岁, 三人都是桂林本地人,无固定职业。 就是他们有装了那个定位系统, 通过这个定位系统,我们就去把这个车辆找到了。 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第二次作案用的银灰色轿车。 当警方找到这辆车时, 发现车停在桂林城区某道路旁。 走进观察, 却发现车中竟然有一个人在睡觉。 此人会不会就是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呢? 警方追踪调查, 发现嫌疑车辆。 车内的犯罪嫌疑人狗急跳墙。 驾驶车辆连闯红灯, 逃离侦察院视线。 地下停车场, 办案民警再次发现目标。 一场抓捕行动即将展开。 午夜解案,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6年5月中旬, 往西桂林城区接连发生了两起便利店抢劫案。 警方根据视频监控, 追踪到当地的一家租车行。 至此, 案件有了重大突破。 在查清三名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之后, 通过租车行的GPS定位系统, 很快找到了其中的一辆嫌疑车, 银灰色小轿车。 待侦察员走进查看时, 发现一名疑似参与抢劫的犯罪嫌疑人李某, 正在车中睡觉。 我们过去看, 通过他的提报特征, 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嫌疑人。 是不是昨天晚上作案了, 很累, 或者就在这里睡了, 还是说这个人本身就发了事情, 不敢去酒店开房睡觉, 还是说准备, 晚上我要准备去再做一段。 警方推断, 车中睡觉的犯罪嫌疑人李某, 很可能是在打什么人。 为了不打草惊蛇, 侦察员根据专案组的指示, 继续布告观察。 同时, 波露出击, 寻找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 待实际场所一网打尽。 我们觉得应该是在车上他的刀或者枪。 刀肯定不会说那么长一把刀, 不可能每天都拉着跑。 中午12点多钟, 侦察员发现, 一名年轻女子向嫌疑车辆走去。 当他上车之后, 车辆发动向另一条街道驶去。 警方远远地跟在嫌疑车后。 几分钟后, 犯罪嫌疑人李某驾驶的车辆突然提速。 红灯一窜。 跟踪在后面的侦察员见此情况, 并没有加速追赶。 因为一旦逆行追赶, 无疑会暴露警方的意图。 警方一时无法判断, 犯罪嫌疑人李某究竟是发现了警方的跟踪, 还是出了其他什么状况。 但无论是哪种原因, 都说明犯罪嫌疑人的反侦察意识很强。 因此, 办案民警接下来的跟踪更加小心谨慎。 虽然嫌疑车辆暂时脱离了警方的视线, 但留在租车行内的侦察员, 可以通过GPS定位系统, 随时观察犯罪嫌疑人李某的动向, 锁定目标。 警方发现, 因灰色小轿车随后进入一家购物中心的地下停车场。 那么, 犯罪嫌疑人李某到地下停车场, 究竟是要干什么呢? 犯罪嫌疑人驾驶作案车辆, 躲进地下停车场。 面对办案民警, 嫌疑人在车内紧锁车门, 顽固抵抗。 前后假计, 侦察员集中生智。 三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午夜结案,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桂林市公安局蝶彩分局侦办的两起相接便利店的案件, 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 已经查清三名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并通过调查, 追踪到犯罪嫌疑人李某和一名年轻女子, 驾驶银辉色小轿车, 来到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地下停车场。 侦察员决定, 以静制动, 在可控的范围内蹲手。 有一个女人独自下车。 拜之后过了大约半个小时, 她的女朋友回来了。 我把她搭翻过来。 给她买饭去了, 吃饭不久, 那个女的就走了。 自从侦察员发现嫌疑车辆后, 感觉犯罪嫌疑人李某非常警觉, 一直不下车。 待年轻女子离开之后, 李某再次在车内打起了瞌睡。 警方推断三名犯罪嫌疑人第二次抢劫, 只是抢到了十盒香烟, 有可能不会就此罢手, 还会聚在一起继续作案。 嫌疑人的危险性还是比较大, 主要是墙, 万一是增强的话, 我们给他走掉, 出现更大的问题, 那就更麻烦。 重案组一方面要求侦察员, 加强地下车库的蹲守, 一方面指令抓不足, 尽快找到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 长某和黄某的下落。 两个小时过去了, 地下车库中的犯罪嫌疑人李某, 仍然在车内没有动静。 此刻已是下午两点多钟, 他的两个同伙, 为什么迟迟不露面呢? 另外两个嫌疑的信息又反馈回来了, 这两个人开始杀网了, 在李某县城。 2016年5月17日下午2点30分, 抓不足前往一家网吧, 寻找犯罪嫌疑人长某和黄某。 不料,民警在网吧前台查询时, 却出了意外。 当时前台服务员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说, 这两个人已经下网了, 在八分钟之前就下网了。 我们当时也有点不相信。 怎么会这么巧? 难道是抓不足的行动出现了破绽? 还是犯罪嫌疑人长某和黄某察觉到了什么? 为了解决心里面这个疑问, 就继续在那网吧里面去走访, 旁边去调查, 到监控, 看确实有这种给我们掌握了这个嫌疑人特征的, 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出去了。 侦察员查看监控录像发现, 犯罪嫌疑人黄某的确从后门离开了网吧, 但长某并没有离开的记录。 通过暗中调查, 侦察员发现, 犯罪嫌疑人长某在网吧的另一个角落里正在玩游戏, 狡猾的长某用别人的身份信息, 企图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 但是最终被机制的侦察员识破。 侦察员对长某实施不控后, 另一路抓不住成员, 开始追查黄某的踪迹。 很快在离长某所在网吧不远的另一家游戏厅里, 锁定犯罪嫌疑人黄某。 因为这个黄某特征我们个个都记在心里面, 我正常发现他在离他游戏进玩游戏。 此时, 三名犯罪嫌疑人的位置全部处于警方的掌控之中, 专案组立即下令, 对三名犯罪嫌疑人同时实施抓捕。 犯罪嫌疑人长某和黄某正沉浸在游戏之中, 来不及有任何反应及反抗, 已被办案民警擒获。 由于考虑到在车内的黎某有驾车逃窜的可能, 邦安民警在黎某含睡之际悄悄靠近嫌疑车辆, 形成前后加急之势, 先断掉了黎某逃跑的路线。 当抓不住成员从两侧包围车上的黎某时, 黎某仍在睡梦之中。 从梦中清醒的犯罪嫌疑人黎某, 在车里一阵忙乱, 始终不愿打开车门。 我们也把阵啊什么都亮了, 我们说心里累了, 你不要动了, 把开门, 但是它就是不开, 准备把那个钥匙就点火, 开车准备转我们的车。 好在警方早有准备 已成前后夹击之事 堵住了犯罪嫌疑人李某的逃跑路线 由于犯罪嫌疑人作案时 只有刀具和枪支 抓捕盟警判断 李某驾驶的车辆 有可能藏有作案工具 为了避免对停车场 其他车辆和行人造成威胁 专案组决定 对李某采取必要措施 尽快结束抓捕行动 犯罪嫌疑人李某 见侦察员掏出了手枪 既不敢轻举妄动 又不甘心束手就擒 而是把车钥匙插进了锁孔 做最后的抵抗 警方如果不能及时 将犯罪嫌疑人李某制服 有可能导致案件升级 但是就是那仪表盘的那个 电路都已经显示有了 时间刻不容缓 大队长杨永华当机立断 抬手炒副驾驶的车门锁 开了一枪 我是想把玻璃打烂 或者是把锁打烂 这一枪刚好打坏了 嫌疑车辆的门锁 侦察员分别从车的两侧 打开车门 迅速将李某抓获 警方当场从银灰色小轿车的坐垫下 副驾驶前的储物盒里 分别缴获了三名犯罪嫌疑人 作案时使用的砍刀 纺针枪 以及白手套 蓝色口罩等物证 三名犯罪嫌疑人 在证据面前无法抵赖 分别控述了 两次抢劫便利店的犯罪经过 原来三个人无固定工作 且好意不劳 2016年4月30日晚上 三人9号租车 到林贵玩耍 途中将车撞快 然后气势一逃 据公述 三名犯罪嫌疑人 为了弥补因车祸造成的经济损失 于是蒙发了抢劫的罪恶念头 三人通过网络购买了放针枪 砍刀 口罩 手套等作案工具 在深夜随即寻找作案目标 有一个人是吸毒的 李姆 当时也了解 抓的时候是成阳性 抢劫购买毒品 也是驱使这个团伙犯罪的原因之一 2016年5月12日 三名犯罪嫌疑人租了一辆银白色面包车 首先来到谍采区某便利店 接近作案店铺时 把车牌提前取下 实施抢劫 得手后 他们驾车逃往桂林市林贵新区 第二天就将抢来的1700元钱挥霍一空 长刀田头后 三人谋划第二次抢劫 为了逃避打击 犯罪嫌疑人李某特意把黄发染灰黑色 长某专门剪短了发型 2016年5月15日 他们驾驶租来的另一辆银灰色小轿车 凌晨2点开始 对七星区桂末路的一家便利店进行抢劫 但第二次作案只抢了十包香烟 警方建议一旦遇到不劳而获 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的犯罪嫌疑人 一定要保持头脑冷静 用合理的方法 避免人身受到伤害 我们的建议是 如果说遇到一些歹徒进行抢劫 伤害的情况下 不要进行无谓的抵抗 建议一些大的店铺能够配备保安 小的店铺最好夜间不要一个人自败 我们会针对辖区的一些发案的高发弊段时段 进行适时的巡逻 不给犯罪嫌疑人以可乘之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A级通缉令 廖乃健 南1983年3月20日出生 户籍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宾阳县 宾州镇 顾名村委会 夏寨村五队 108-1号 身份证号码 452-123 1983-0320-1339 该犯罪嫌疑人 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再逃 请广大观众提供有关线索 即使拨打110报警 偏僻荒凉的城郊 石荒老人死在井中 现场已经被人破坏 侦查工作频频停顿 证据链条 久久不能闭合 谁是真凶 老人为何遇害 年轻的指挥官 能否带有他的团队 堪破离奇的罪案现场 还原事件的真相 荒景迷宗 天网栏目 近期播出